朱元璋对人心的掌控有多细 陈有亮大军压紧 他却能用一句话吓得刘伯温夜不能寐 老朱的一句话 让算无疑次的刘伯温都吓了一跳 他压着心里的惶恐 老朱笑着没有回答 缓缓地退出了房间 老刘叹了一口气 却发现了一张纸条 烛火罩着老刘的脸有些黯然 从刘伯温家退出来的朱元璋 立马叫来了被周苏进加强的纠缉版蓝鱼 表示要交给他三万精兵 你需要星夜支援宏都 要死死坚守一百天 老朱看着蓝鱼的脸 亲自把战刀交到了蓝鱼的手里 虽然历史上真正提老朱守红都的 是他的好大侄朱文正 但是在朱苏进的妙笔生花下 此刻朱文正的灵魂 那只能说是跟蓝鱼合二无一了 六十万大军疯狂的进攻 让年轻的蓝鱼意识到了 这一仗太难了 他一边指挥着士兵修补城墙 一边翻看着剧本 抄抄朱文正的满分打卷 根据历史记载 朱文正这一仗打得很坚决 拆防筑墙 开仓放梁 充分发动百姓的力量 甚至连关在牢里的法外狂徒都被放出来 只要是能守成的一切手段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反观陈有亮这边 这战斗力只能说是 太阳打被窝里抽来了 太离谱 老陈直接原地处决了两个将军 下令再给我攻 咱在这里不得不说 老陈这六十万兵马 属于是掺了沙子的 不是各地降卒 就是临时拉着的农夫 打顺风仗一个顶俩 逆风跑得比博尔特润的还快 这个坐在教室里的大光头 就是陈有亮 打仗还得带着美女 这一次他亲自独占 是要拿下这座小小的红都城 随着轰隆几声炮响 老陈当即怒吼了一声 煞事间 惨烈的工程站展开了 无数的石块从城头砸下 城墙上更是一寸土地 一寸血 云梯刚爬上去 就连人带梯子一起推下去 惊得观战的陈有亮都站起身子 张将军 南关过城了 张将军 北关不行了 瞅着城池要被攻陷 蓝玉迸发出了一股雄魂战意 可以说这是一次冒险的行动 用最新队的百战之士 强行挽回战局 蓝玉头盔一摘 发表了一通战前宣言 将士们气势大涨 旋即就给了刚刚冲进城门的 陈汉小兵 一顿炮火教育 接着就冲了出去 老陈刚跑回轿子 打眼一看 这不坏了菜呢 当即又发动了一次冲锋 靠着这样的血战 蓝玉生生地打退了汉军的进攻 一刀一顿 纵横战争之中 披头散发似恶鬼 真可谓是 犹如天上将某种 真是人家太岁神 这个猪苏金 牛逼 蓝玉在浴血奋战的时候 李战长已经快疯了 这时候老猪推开门走进来了 老猪对干活的客客气气 没你们事出去忙吧 可对李战长那就没好脸色了 几十万兄弟可都等着登船呢 往后会越来越快的 陈耀亮出兵的速度也别咱们快 老猪这里总结起来一句话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你就是给咱 把船给我麻溜造出来 吓得李战长的冷汗 不住的往下流啊 李战长快疾疯了 朱元璋让他造船 造不成他就别想 今天日落前 五十条战船必须下水 拿鹰做不到 真拿鹰要关的头 此刻的老李在工地上 拼命的给包工头压力 就在老李情绪崩溃的档口 手下冲了进来 一张嘴着实把老李吓得一跳 将您下压来报 他们负责了一百条战船 已经全部被骑了 别说 又再撒谎 手下人也不管老李生气 接着说 您是不知道啊 江宁县还多造了一百二十条 老李激动的手都抖了起来 赶紧问救命的船在哪 此刻也由不得他不信了 他就像抓住了 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赶紧跑到江边 打眼这么一瞅 原本平静的江面上 停着整整齐齐的战船 开心的老李直接笑出了声 小命算是保住了 而且还有大功一件 这时候他就很好奇一个问题 是谁把这船造出来 老李很好奇啊 你个小小县城 是怎么弄得这么多的船 原来小胡的策略 不像老李一样 朝着包公头 起脸收出 而是广发告示 征收食材木料 需要五丈以上把船 须以高价筹劳 这样一来 就有商船应征 直接原地借索 这些船虽然旧 但都是往来海面 经受的起风浪 稍加改造 就是一等一的战船 这时候的小胡 似乎就抓到了近身的钥匙 抓紧时间 拍着老李的马屁 而老李则也起了结党之心 在老李的视角看来 小胡是怀惜人 局限小胡 能摘掉自己 忌贤度能的帽子 也能为日后 发同党配置势力 布下一枚棋子 可谓是秦始皇吃电线 赢麻了呀 咱们哪 建大帅 我要把你重重的 举荐给钟玄昌 谢礼公 一句谢礼公 从陈珠争霸 到明初的 浙东和淮西两大集团的 明争暗斗 也悄无声息的爆发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局院 我们下期再见